今天教大家做年夜饭的第21道家常菜 过年了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酱牛肉 但是你知道吗 在家里做酱牛肉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煮 隔壁老王送的牛腱子 先用竹签戳上小口 这样能更好的方便入味 然后加少许的精盐和白醋 用清水浸泡30分钟 因为淡盐水和白醋能快速地渗透到牛肉里 能很好地把牛肉的血水泡出来 还能软化牛肉的肉质 口感细腻不塞牙 浸泡好的牛肉冷水下锅 加葱姜和一勺高度白酒去腥 煮开后把浮沫撇掉 焯水五分钟捞出 一定要用温水洗才会不塞牙 不知不觉我已经分享了几百道家常菜 还没能得到您的小红心 最近这视频真的是太惨了 今天就给我点一个红心吧 非常感谢 洗净后和牛肚一起放到砂锅里 加上一大勺酱油 半勺老抽 半勺黄豆酱 一块老冰糖 多加上一些精盐和鸡精 再加葱姜和干辣椒 加上没过牛肉两倍的温水 好吃的关键就是放一小包这个卤料包 它是大厨用十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 很多卤味店都在用 扣盖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煮五十九分钟 光火再浸泡半小时会更加入味 放凉后再切成厚厚的薄片 过年做上这样的卤牛肉 全家都夸你是大厨